非国台商梁庆成回馈在地相亲 配合驻飞代表处 透过非政府组织 捐赠50台轮椅给公立菲律宾总医院 除了协助不良运行的病患 也在岁末耶诞欢乐的气氛中 展现台湾人对非国落实民众的关怀 希望菲律宾的百姓能够重复了解 我们送的东西虽然不多 但是是我们满满的爱 我们的人民跟企业界确实是充满了爱心 无论是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特别是在菲律宾 经常为弱势的团体 为医院 为一些受到风灾受影响的人民 不断的捐赠需要的物品 以及关怀 考量菲律宾总医院 不少应提老旧失修 梁庆成也承诺愿再尽力协助 非国参议员之子 同时也是非政府组织志工的 拉曼萨雷斯表示 非国医德资源匮乏 台湾适时送暖对他们帮助很大 这个资金是为了PGH PGH是每年有700,000医院的患者 每年都会有700,000医院的患者 有些人的患者来到PGH 来治疗 所以您可以想想 这里的资金医院 都需要最多的帮助 捐赠的轮椅清楚印上来自台湾的爱标语 透过医院的广泛使用 不只彰显导导人民对非国的关怀 也提升台湾作为人道援助提供者的能见度 发生喔 发生了 问等待租 观伺 功能